今天的AT国库推介是中国海外688 简选原因是憧憬政策推动、销售或吹改善等因素 带动内房板块近日反弹 内房股走势分化、受惠于基本面较强 包括销售表现强、财务稳健、据国企背景等企业 股价明显跑营同业 稳健投资者可关注中海外688 中国海外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戴上半年行业预冷 集团无可避免地受到整体房地产销售下跌 和利润率压缩的影响 期待盈利按年跌了1.9%至167亿人民币 无利率跌5.0%至23.5% 合约物业销售额跌33%至1385亿人民币 整体符合市场预期 集团上半年在逆周期下积极增加土地储备 降低土地成本值得关注 集团上半年拿地支出是531亿元人民币 按年下跌32% 截至6月底集团总土地面积是7,439万平方米 集团预计下半年可销售资产达到6,730亿元人民币 花旗估计内地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支持性的政策推出 加上可受资源充足 预料中海外的合同销售额会持续改善 同时该行认为中海外整体的 无利率和正利润率接近见底 进一步下行的空间有限 自从憧憬内房出现转机 中海外近日突破短期下降轨 及收报22.1升3.5% 短期博炒消息的投资者 可以抠21元以下吸纳 目标在7月位25.6元 主要大行在业绩效 给予他们的目标价平均大约是29元 中线可以作为参考 跌穿19元就适宜止蟀 明镜需要支援